就是这个大圣的菩萨法 仁天法 二圣法 大圣法也是一个归类 刚才提到说有一些人放异懈怠的人 他会说仁天法太俗 这么俗的人天法我不要学 二圣法太冷 二圣法只有自立没有利他 那大圣法呢 他觉得太广 他又这个没有信心 所以不想学习佛法的人 仁天法太俗 二圣法太冷 大圣法又太广 失败的人总是找理由 理由越找越少 成功的人找方法 方法越找越多 好 今天呢 我们就用简要的方式 也跟大家把这个重要的修道次第呢 做一个归类 那在这个表当中 我先跟大家简要的介绍 那我用一心生十法界 来介绍凡夫跟圣者 那一心也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呢 可以生十个法界 那这十个法界呢 就是凡夫跟圣者的一个归类 凡夫 轮回在六道当中 分为六大类 这六大类呢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那六大类呢 就是地狱 恶鬼 畜生 那还有阿修罗 人跟天 那一般来说 地狱 恶鬼 畜生呢 我们把他归类为三二道 那人天还有阿修罗呢 一般把他归类成三三道 那当然阿修罗 他的归类呢 有一些也把他做不同的归类 那六道轮回呢 在我们中国佛教采用的比较多 六道或是六趣 那在早期佛典呢 也很多采用五趣 五趣呢 就是少了阿修罗 就地狱 恶鬼 畜生 还有人天 这个五趣 那阿修罗因为他的数量比较少一点 那所以呢 大体上早期佛典呢 都是用五趣或是五道 那刚才提到说 我们一心生十法界 这十法界呢 凡夫有六个法界 那圣者有几个法界呢 四个 好 一心生十法界 我们这心 如果我们生起这个人天心 我们就在六道轮回当中 如果我们断除烦恼 会生起四个法界 这四个法界呢 就是声闻 圆觉 菩萨 还有佛的四个法界 所以 我们把凡夫跟圣者做归类 六凡 四圣 那六凡四圣哪一个会比较好一点 六凡比较好还是四圣 当然四个圣者比较好嘛 但是 四个圣者虽然比较好 那我们在哪里 我们却在凡夫 我们却在凡夫的六道当中轮回 那如何转凡入圣 转凡入圣者 圣者又有四个圣者 那声闻里面呢 是其中一个圣者 声闻又分为 这个四果四相 四双八倍 就四个果 那他也分为见道 修道 无学道 所以呢 在凡夫跟圣者 我们先知道 他的一个归类法 那这里提到 一心生十法界 为什么一心他会生十法界呢 就是你这个心 如果跟六道相应 你的所作所为 如果跟三恶道的 这个第一恶鬼畜生的行为是一样 那您的心 就会影响到你的行为 那导致于你轮回在六道的三恶道当中 如果你的心呢 是修学善法 但是你没有修学解脱法 那你可能会感报到六道当中的人天果报 那如果你的心跟无漏法相应 跟出力心相应 跟菩提心相应 那你就会感得 身闻圆觉菩萨 乃至于得到无上 阿扭堕落三秒三菩提的佛果 所以一心生十法界 在阿汉经里面呢 他讲到说 心种种而色种种 你的心生起什么心 你的色法也会感到什么样的色法 你的心 是跟人天法相应 那你感到的这个色法呢 你就是人或是天 简单做一个批语 心种种则色种种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今天穿了大红的衣服 他为什么会穿红色的衣服 因为他的心种种 顾色种种 因为他的心想要穿什么 颜色衣服 他想要穿红色的衣服 所以他的行为都是从心而来 那所以我们的心呢 我们要生起在六道轮回的心 还是在这个四种圣者的心呢 我们要生起相应于这四种圣者的心 但是我请问大家 大家的心在世俗还是在佛法 心种种则色种种 大家的心偏于世俗的财色名十岁 色身相畏处 还是偏重在于佛法的三学八正道六度四色里面 普遍上是偏于哪里 普遍上是偏于这个世俗 所以我们一直在轮回六道当中 好 现在我们要转凡成圣 我们要知道说 凡夫是修什么法 而慢慢的见识的去向于圣者 圣者的转凡入圣呢 它不是凭空而有 它是有次第性的 好 所以我们在佛法盖要第二章里面 因为要介绍三圣的行果 在大圣佛法当中叫做进行果 那这个行果呢 就是修行的内容 而得到的果报 好 那这个三圣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个三圣法呢 是身文 圆觉 菩萨 或是身文 圆觉 佛 那在大圣法当中呢 菩萨是因 佛 它是果 所以大圣呢 有时候讲到三圣 有时候会讲到身文 圆觉 菩萨 这个就是在讲 菩萨呢 如果讲菩萨就是在讲他因地 那因地的菩萨呢 在这边 我们方位凡夫菩萨跟圣哲菩萨 这边有十地 修三大阿僧其解 那这边有52个阶位 好 所以我们这个表 简单呢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凡夫 第二个是身文 那圆觉它的数量也比较少一点 也比较少人修行这个法门 那菩萨呢 是第三大类 那我们先看第一大类 第一大类呢 它这边是凡夫 这边是一个分水岭 凡胜的分水岭 那凡夫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有六道 六类的众生 那第二个归类法呢 第二个归类法 是这边的顺服分散 顺解脱分散 跟顺抉择分散 那这三类呢 再加上这里有一类叫做无肉散 无肉散呢 圣者的散法呢 都叫做无肉散 那分为刚才讲到三个 三类或是四类 那凡夫呢 在这三分散当中 我们可以分为一般的凡夫 第二个呢 顺解脱分散 顺解脱分散呢 是外凡夫 顺抉择分散呢 是内凡夫 那简单的说 在这个三种善当中 顺服分散 也就是说 你在修的一个法呢 你是顺于修福报的 那修福报呢 你只有修福 那你会感得什么样的国报 人天的国报 那我们这样子看 这个人 还有身文 圆觉 菩萨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发心 第二个叫做修行 第三个叫做得果 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人的发心是发真上身心 譬如说 你现在有一个苹果 布施给三宝 你的发心 如果你发的是真上身心 你布施给三宝 你认为你未来的果报 可以更真上 你希望你的未来的福报更真上 你没有想到解脱 你没有想到自立立他的成佛 这时候你布施的这颗苹果 生起的心是什么心 叫真上身心 那它的修行呢 人要得到人天的护照 得到人天的果报 他要修行的内容就是五戒 十善跟三福业 五戒呢 就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还有不饮酒 前四戒是信戒 信戒呢 是不论佛也没有自戒 你犯了这四个 他就是一个重戒 他就犯了戒 被感到 感到这个恶业的果报 那九戒呢 是遮戒 就是佛制定不能喝酒 那他就成为一个戒律 是经过佛的制定 那比如说有人问说 佛只有自五戒 不饮酒啊 他也没有自不吸毒啊 所以不吸毒呢 佛也没有自戒 可不可以吸 可以 不可以 是不饮酒 他的包含的内容 就包含了什么呢 其实就跟吸毒是一样的 那是毒品啊 他会 这个障碍我们的智慧 好 所以我们先看 人的发心修行得果 发真上身心修 五戒十善 那十善呢 就是 针对我们的生口意 都神起善法 那生三 生呢 不杀道淫 生口意 生有三个 口有四个 不妄于两舌 恶口其欲 意呢 有三个 不贪嗔邪见 还有这个三福业 布施 慈戒 还有修这个禅地 那 他为什么得到 人天的果报呢 你的发心就是发真上身心 去修学善法 善法的内容就是五戒 十善 还有三福业 得到的就是人天的果报 所以你们今天为什么得到人天的果报呢 你们有拿到人天的复照 就是因为你们在过去 或过去生当中 有修什么呢 有十五戒 有修十善 有修三福业 有些人学佛的人 他说五戒就像五条绳子绑着我们 错误 五戒呢 就像五个法律保护着你 你只要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杀到淫妄 你不喝酒 这个五戒 你守着 守着这五个戒 你就有什么护照 你就有人天的复照 所以 戒律 它是保护我们 那 这是讲到 人 他为什么得到 人天的比较好的果报呢 因为有发心修行跟得果 那我们再看第二组 第二组是圣者 圣者呢 我们看声闻 所谓声闻呢 就是听佛的因生而得到解脱的 我们都是属于声闻弟子 声闻弟子分两类 一个是已经解脱的 这个世国事项 第二个呢 就是还没解脱的 那 圣者当中 第一类声闻呢 他的发心是发出离心 修行是修什么呢 世圣地 德国呢 就是得到解脱的涅槃 那同样的 我们举刚才的批语 你有一个苹果 你想要布施 你布施的时候呢 你升起的是出离心 什么是出离心 出离三界 因为三界如火载 为什么三界如火载 因为三界 是轮回的空间 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当中 轮回在六道当中 你现在得到人天的国报 还算是好的 那 你如果堕道三乐道 那更苦 那请问大家 当人 苦不苦 当人本来就是苦 人生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本来当人就是苦 沙婆世界呢 是一个堪忍的世界 是一个苦的世界 所以诸法的共向 无常苦空无我 那个苦 是这个世界的实相 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相 那所以呢 我们要 这个修 解脱行 那所以呢 我们要发什么呢 出离心 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 你一定要发出离 出离三界的心 那修行呢 要修什么呢 四圣地 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说 佛成佛的时候 第一次说法 说了一个最重要的法 是什么法 四圣地的法 四圣地呢 苦极灭道 苦极是流转生死的因果 你如实了之 如实正见 如实正思维 灭道呢 是解脱还灭的因果 你如实了之 如实正见 如实正思维 那你如果能够 如实了之 如实正见 如实呢 去做观察 做智慧的观察 做会观 子观相运 子观定会等词 那你就可以得到涅槃 所以声闻呢 是发出离心 修四地 正涅槃果 那我们现在的 第二章的修正法门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要讲 声闻的修正法门 第二个呢 讲圆觉的修正法门 第三个就是菩萨 那我们看圆觉呢 他的发心 他一样跟声闻是发出离心 但是他修行的内容 主要是观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 他的内容 他跟四圣地有一个共通心 他都是 观察的内容都是因果 因为 因为 缘起我们讲到三四两重因果 也就是货业苦 货业苦就是说 你现在有烦恼 你现在有烦恼 一定会造业 造业一定会感得苦果 你在感得你现在的苦果的同时 你如果没有智慧 你会生起烦恼 造业感得苦果 因是 这个 你的起货造业 然后感得苦果 那个苦果呢 就在哪里呢 就在六道轮回 就在三界当中 好 所以 员绝呢 他发心 出离心 发出离心 修行呢 就修十二元起 他得果一样跟声文一样 得到涅槃 那这两类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二圣 那也把它称作小圣 或是小城 那这个小城呢 其实 大家也不要把这个 小呢 把它当作有贬义的意思 那个小城 就那个城 是车城的意思 交通工具的意思 它的交通工具 比它小一点 所以呢 它就自立 达到彼岸 乘着这个交通工具 达到涅槃的彼岸 达到苦的彼岸 离苦得乐了 那所以呢 它叫做小的交通工具 也叫做小城 那因为小城呢 小圣呢 它有两类 所以它也叫做二城 它也叫做小城 那第三类呢 是大城 大城呢 就是那个交通工具 比较大 也就是说我解脱 顺便带着大家也解脱 那这个典型的人物 就是我们的教主 释迦摩尼佛 它兼具慈悲智慧 兼具了三德恶力 它有自德 断德 恩德 它有自立的 利他的 的圆满 所以呢 它的交通工具是 大的还是小的 它的交通工具是大 所以它叫大城 那 佛是修什么法呢 佛就是修这个 菩萨法 菩萨的是因 那正德果位呢 我们就叫它 叫做佛 那一样分成三类 发心 修行 正果 发心 它是发什么心呢 它是发菩提心 菩提心呢 它的种类很多 主要就是上求 无上佛道 下化无量众生 发心 要发广大心 刚才提到说 你在修一个善法 你在布施一个平 苹果给三宝的时候 你发真上身心 我布施一个苹果 我未来的果报会比较好一点 我的福报会比较好一点 我的福报比较真上一点 那你落在哪里 人天法当中 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呢 你为什么布施 是因为你要出离生死 生死轮回太苦了 我要解脱生死 要达到 涅槃的解脱 但是这还是自立的 那这个自立呢 你修的行呢 就是二圣 身吻跟圆卷 那如果你在发心 是发什么呢 菩提心 你今天为什么布施这颗苹果 你要累积 无量的福德质量 为什么要累积 无量的福德质量呢 因为你要利益 无量广大的众生 所以同样布施一颗苹果 你可以发真上身心 你可以发出离心 你可以发菩提心 请问一下哪一个效率 哪一个效果 哪一个 那个营养最好 菩提心 是吗 那你们在布施的时候 你们是发真上身心 还是出离心 还是菩提心 一般我看 在布施的时候 发真上身心比较多 就是你布施一个苹果 那以后我未来福报会比较好 你想到的都是谁呢 想到的都是自己 但是 你现在要慢慢 发广大心 布施的东西是一样 但是你发心的不同 果报会不同 你看你发真上身心 多可惜 你是得到善果 人天的善果 如果发菩提心 上求无上佛道 下化无量众生 那你可以得到的是什么呢 无上的佛果 无上的阿扭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那个动机非常重要 修行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迎在起跑点 那个起跑点是什么呢 发心 所以 有些人发心 他一直在修福 一直在修 这个三菩业 不能说他错 但是要进阶 你要修什么呢 你要修出离心 你要修出离心 出离心呢 就是这边的断烦恼 然后正德解脱 然后进一步呢 你要发大圣心 那请问大家 释迦摩尼佛 他说法呢 他说法呢 他是目标呢 是仁天行 还是僧文行 二圣行 还是大圣呢 佛说法的本怀呢 是这个大圣法 因为大圣法 他自立 还可以利益无量 广大的众生 如果释迦摩尼佛 他没有修菩萨心 他没有发广大心 说无量的法 我们也没有办法 得到法义 好 那这个是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 三类的凡夫跟圣者呢 发心修行德国的不同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介绍这个凡夫 那凡夫呢 刚才提到说 有六道轮回 那底下的这三大类 主要是仁天所修的 主要是仁 那佛说法的对象呢 他也是主要是人为主 那这边提到的 顺福分散 顺解脱分散 顺觉则分散 这三种善呢 他为什么分这三种善 那我们到底是在 这三种善的内凡夫 外凡夫 还是一般凡夫呢 你们觉得你们应该是在这三个的哪一个 内凡 外凡 一般凡 我看是 应该是这个一般凡夫 应该在外面 在外面之外 是吗 注意哦 那个顺福分散 什么是顺福分散呢 就是种下人天的种子 就是说你现在 就是说你现在修的善法 他可以感得人天的果报 那顺福分 就是刚才所说的 你发真上身心 你是想修福 他会感得人中的爱果 种子 可爱的果报 那他会感得什么呢 在世间里面 比如说大富 大贵 好的容貌 乃至于说 像 转轮圣王 或是第四天 泛王等等 那顺福分散呢 他其实修两种业 他修哪两种业呢 第一个叫做福业 第二个呢 叫做不动业 那在业的归类呢 有福业 非福业跟不动业 非福业呢 就是恶业 你修恶业呢 就敢得三恶道 那福业 福业呢 他会感得人天的果报 那个不动业就是禅定业 那所以 修这个顺福分呢 他会感得人天 的果报 那顺解脱分散呢 这边是配合三贤味 那顺解脱分 顺解脱分呢 这个在佛典有一个语词叫做种修托 种修托呢 就是你种下解脱的种子 那有时候我们会思考说 我们现在有没有种下解脱的种子 有没有 你觉得你现在有种下解脱的种子吗 你如果用 真上身心修佛法 你用真上身心修 这边的大圣法的六度四色 用真上身心 你用真上身心修大圣法 你会落在人天法当中 好 所以呢 你如果 要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呢 你必须 要跟解脱法相应 那在佛典里面 在据色论里面 他有提到说 什么状况呢 他是种下的解脱种子呢 如果你听闻 生死是有过失的 我们轮回生死六道是有过失的 你听闻到诸法无我 一切法呢 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法 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 你听闻诸法无我 听闻涅槃激进 你听闻涅槃是有功德的 你听到这个法 以上的法 生毛为素 悲气堕累 你听到佛法呢 生毛为素 然后呢 你会悲气堕累 因为非常感动 你听闻了解脱法 有一句话叫做 朝闻到 细时可以 你早上听到解脱法 因为如果你没有听到解脱法 你永远在轮回当中 听闻到解脱法 早上听到下午死掉都没关系 但是不能死得这么快 因为我们要学习 那顺解脱分散就是如此 你听到佛法之后 你如果有生毛为素 悲气堕累 那你就已经种下了解脱分的种子 佛在阿恩经里面说法呢 为什么很多人 他听到了这个法 他就能够震入圣道 因为他 他在听这个法的时候 他能跟这个法相应 所以他会生毛为素 悲气堕累 他会有对法的感动 我看很多人在学习佛法 对佛法没有感动 佛法呢 要感动自己 才能感动别人 所以 我觉得我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佛法给我很多的感动 我也希望说 用我自己感动到的佛法 去感动大家 佛法太殊胜了 世间太苦了 佛法是明灯 佛陀是医王 他说的法是良药 还有生是一个看负者 那我们 有这个三宝 有三宝我们才能种下顺解图分 这顺解图分 这边也叫做三贤位 下种 这个叫做什么呢 外凡复位 顺觉则分散呢 叫四上根 内凡位 那四上根呢 是软定忍四第一凡 那三贤位呢 是五庭心官 别相念著 总相念著 好 顺觉则分 这个觉则呢 因为这四个法能够感得圣道 这圣道是什么呢 他能感得圣道 圣道如果以身为文法呢 就是他可以感得建道 修道 还有无学道 那建道呢 就是这边的出国相 修道呢 就是出国到四国相 无学道呢 就是四国的阿罗汉 阿罗汉果 那其实 我们在这本佛法盖要 一开始要讲的就是 那个阿罗汉 那我们把它卫星定位一下 阿罗汉在哪里 在这里哦 阿罗汉果在这里 但是你要得到阿罗汉果 必须从前面这里 剑刺的 然后终于得到阿罗汉果 那但是我们现在直接就要知道阿罗汉果 他的修正法门 所以呢 我们先把凡夫的这个阶位 再先简介一下 那刚才提到说 善分成四个 这个是在与其施地论的卷善里面有提到的 顺服分善 顺解脱分善 顺抉择分善 还有 无漏善 那凡夫有这三种善 这三种善呢 也可以叫做有漏善 这四种善可以归类成两类 一个是有漏善 一个叫做无漏善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顺服分善 这顺服分善 仁天法修这个顺服分善呢 除了得到仁天果报 有一类人呢 他想要去入于解脱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他就会有前面的这个 注戒修三慧 还有生气清净 然后再进入三贤四善根 那这个阶位是这样子 这个阶位呢 是修 文师修 然后呢 生气清净 然后进入三贤位 四善根位 然后呢 见到位 然后修到位 然后进入到 无学到 然后就得到无学到的最高果报 是四国的阿洛汉国 那刚才提到说 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 因为要去入于转凡成圣 所以在据色论里面 他提到说 将去见地道 因住戒 勤修 勤修什么呢 文师修三慧 文师修是一个 修行的次第 在修行次第里面 我们讲到文师修正 透过听闻佛法 思维佛法 实践佛法 然后呢 正的出国 恶国 三国 四国的四个沙门国 那所以呢 我们要修学佛道 第一个呢 要住戒 修三会 住戒 这个戒非常重要 戒是三圣共基 也就是修学三圣圣者的一个基础 我们说戒定慧 戒是一楼 定是二楼 解脱的智慧是三楼 所以戒 是很重要 刚才提到说 戒是保护我们 不是束缚我们 有些在家人持戒 他持得很难过 有些出家人也一样 他觉得持戒很难 刚才提到说 持戒其实是保护我们 而且让我们的现身生命更增上 来生生命更增上 戒 能够让我们 剑斥的让我们 去向于解脱 那你有 持这个戒 然后修 文所成会 师所成会 跟修所成会 文所成会呢 文是文什么呢 文 治教 也就是三藏十二部 那这边 文所成会呢 他也 文师修正 这三类呢 他也配合 四育流之 四育流之 就是要进入到 育流果 这边育流果 育流果是出国嘛 那你要 得到出国呢 你要修这个四育流之 也就是清静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法水 法行 然后正 出国 这叫四育流之 所以一般凡夫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要修解脱道 要修这个文所成会 文什么呢 文三藏十二部 也就是我们的三藏 分为十二部 或是九分教 那我们如何 听闻佛法呢 我们要怎么样 清静善知识 听闻正法 有一些在家人 有一些出家人 不清静善知识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他用自己有限的智慧 用自己有限的世俗智 去修行 那常常走错路 用我自己的 用自己的我见 用自己的我直 所以这边一开始 他告诉我们 要清静善知识 而且要听闻正法 我们自己学习呢 容易落入在实践当中 所以呢 一定要清静善知 听闻正法 这个是闻所成慧 闻一定要闻三藏十二部 师所成慧 那师要师真理 要如理师位 那修呢 修等词 这个修 闻师修的修呢 他一定跟定相应 定呢 如果在北传的据色论呢 他要色界定以上 那他要净分定 位置定 要色界定以上 欲界是没有这个定的 当然在诚实论里面 他有讲到这个色界 欲界定也可以 或是南传 但是呢 在北传佛教 他讲到这个修呢 他一定要定慧等词 法随法行 我们一般凡夫要透过闻师修 那这个闻呢 他会产生什么呢 闻慧 那在成佛之道里面 有提到说 游文之诸法 游文遮重恶 游文断无益 游文得虐般 游文之诸法 我们透过善知识 的解说 我们听闻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一切法 这个就是一切法 的内容之一 那一切法呢 比如说归类成 有漏法 五漏法 我们归类成什么呢 五味白法 游文之诸法 游文遮重恶 我们听闻佛法 知道 止恶 行善 那游文断无益 由听闻佛法 我们知道要去断除 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 在世间 慢慢的生老病死 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些 我们带不走的东西 终有一天你会放下 但是我们却 用我们的有限生命 去追求这些物质 追求一些你带不走的东西 那佛法呢 才是究竟 游文之诸法 游文遮重恶 游文断无益 游文得涅槃 得 身文圆绝 乃至于 佛的大波涅槃 无助处涅槃 好 所以呢 听闻佛法有殊胜功德 失 失所成惠呢 也叫做失惠 那失为佛法呢 应该怎么失为 在陈佛之道里面 有提到说 正失向于燕 向离狱极灭 什么是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思维呢 必须跟解脱法相应 正失向于燕 正失为你要燕离世间 这才叫做正失为 向离狱 你要离五欲 我们都相应在五欲当中 我们喜欢五欲 喜欢设身相畏处 喜欢才设名十岁 正失为要正失向于燕 向离狱极灭 正失为向于灭 灭什么呢 灭烦恼 得到极灭涅槃 修 修要修等词 修等词呢 就是要跟死观相应 好 这是第一组 一般凡夫呢 我们要这个 透过闻思修 那 透过世欲流知 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信解行政 好 这个信仰佛法 了解佛法 这一些就是你要先了解 信解行 去实践 去实践什么呢 实践 五戒 十善 实践什么呢 四地 十二元起 六度四射 然后剑刺的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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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观相应 震入了圣者 那有这个文实修之后呢 要继续呢 他这边有一个 叫做生气 清静三音 生气 他就像一个容器一样 我们的容器 如果装脏的东西呢 那 没有办法让你 生命更增上 我们的身体 也是一个容器 我们这个容器都装什么呢 我们这个容器都是装烦恼 装肮脏的东西 所以你要修道呢 他叫你说 有三个音 你要注意 第一个呢 叫身心远离 第二个叫喜足少欲 第三个叫做住世圣种 身心远离 他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身远离 一个叫心远离 身远离就是离乡杂住 我们喜欢呢 很多的朋友 那相杂住在一起 那不是修学佛法 而是相应于世俗法 所以呢 身远离 要离外恶有 第二个心远离 心远离就是离不善寻 就是离恶寻思 我们常常寻思一些不该寻思的 我们想一些不该想的 比如出家以后 想着亲属 想着你的家 想着你的家人 那想一些世俗法 不如理思维 所以呢 你的身气清净 第一个要身心远离 第二个很重要叫做喜足少欲 这个叫少欲知足的意思 那少欲跟知足 少欲呢 他说未得的 这个世事供养 衣服饮食卧具医药 如果你没有得到 你不会需求 别人得到很多 你未得 你也想得到 你得到了又想更多 更多呢 又想更多 这个 就多欲了 好 我们要少欲 喜足 喜足呢 已得的 你虽然得到很少 你很知足 不论是在家跟出家都一样 尤其出家 这少欲喜足很重要 因为有一些人多欲啊 东西要要很多 然后不知足 我记得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 我在佛学院呢 读了将近九年 八年多 我们在佛学院也没有担金 那就在佛学院里面读书 那天天都很快乐 为什么天天都很快乐 因为有佛法 所以有法乐 但是呢 有些人 他不喜欢佛法 不相应佛法 他喜欢世俗 他喜欢世俗的五欲乐 所以他在佛学院 他待不住 在家 出家都一样 他不欢喜佛法 不相应不欢喜佛法的时候呢 他就会怎么样呢 多欲不知足 好 所以 生气清净呢 少欲喜足很重要 那第三个呢 是注释圣种 注释圣种呢 就是有四种圣人的种子 你把它种下去 其实这个呢 跟那个 勺义喜足是有关系的 衣服喜足圣种 饮食喜足圣种 卧聚喜足圣种 是世事供养里面的 衣服饮食卧聚 三个 然后呢 第四个圣种是什么呢 乐断乐修圣种 乐断烦恼 乐修圣道 你要欢喜这个 你不是欢喜五欲 你如果天天在想五欲呢 你就不会想到 断烦恼的事情 那如果你有身心远离 喜足少欲 注释圣种 那你的生气就怎么样 清净 如果你没有这三个 你的生气是什么呢 是不清净的 就像一个房子里面不清净 就像杯子里面不清净 杯子很脏 然后你再倒水下去 再喝下去 会让你的身体更好吗 不会 所以呢 这生气清净很重要 如果你有文师修了 你有清清身世 听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水法心 你生气也清净了 你慢慢就可以修学 止观了 这边都是观哦 我们刚才提到说 定会等词嘛 定会 也是止观 你要修止 你要修观 这个观 这个观会要修什么观呢 修断烦恼 跟断烦恼是有关的 这边外凡夫位跟内凡夫位呢 我们看 他总共有三种会观 这三种会观是让你断烦恼的观察方式 第一个叫五庭心观 第二个叫四念住观 第三个叫四地十六形象观 我们先看 顺解脱分散 他也叫做三贤位 他也叫做外凡夫位 为什么我说 我们很多修学佛法的人 其实连外凡夫都没有 因为他没有修这三个内容 所以他没有种下 什么 解脱的种子 他是没有种下的 我们现在 尝试要把它种下去 尝试要种下去 就要跟这三类法相应 三贤位就是有三个阶位 我们说贤圣嘛 那这个贤呢 三贤呢 就是五庭心观 别相念住 总相念住 第一个我们看五庭心观 五庭心 停止你五种烦恼 的一个智慧的观察 这非常重要 那这五个呢 他是把众生 大概的归类成五类 这五类是什么呢 多贪 多撑 多吃 多慢 多散乱 那我们一般说 众生有三毒嘛 哪三毒 贪嗔 贪嗔吃嘛 贪嗔吃让我们 轮回生死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我们要解毒 我们先扫毒 扫毒之后要解毒嘛 那所以呢 这一些要让他停止 停止你的贪嗔吃慢 还有你的散乱 五种 停止你烦恼 升起的观法 叫五庭心观 那 多贪 我们就修什么呢 不敬观 不敬呢 就是我们身体 是不敬的 有内身不敬 跟外身不敬 我们常常 执着于 自己的身体 产生我直 然后我们也执着于 外在的 这些 这个男女色等等 其实 这个 我们的身体呢 是不敬的 多贪呢 他修不敬观 当然大圣佛法里面 也有修布施 布施也可以对之贪 第二个烦恼呢 是多撑 撑心重 你就要修慈悲 慈悲呢 他有众生原词 法原词 大圣的 这个五远大词 同体大悲 那多吃 于吃的众生 要修缘起观 缘起观是什么呢 修十二缘起 三四两重 因果 多慢的众生 修戒差别观 我们众生 有些人 我慢很强 慢是什么呢 自他以教 心高举 好 那就升起 这个慢心 那其实你从 你的身心去 分析 我们的身体 只是六戒的合合 地水 佛风 空事 分析起来呢 就是六个元素 升起必 闭锅于面 多慢的众生 修戒差别观 那多散乱的众生 修 这个安纳波纳念 那 也可以说是属习观 那这个 普进观跟 安纳波纳念呢 这两个呢 叫做二甘露门 两个甘露门 大圣多修习 念佛以念习 这个念佛 还有念这个 蜀习 那小 这个二甘呢 他就 二甘露门 就不进观 跟 这个蜀习观的 安纳波纳念 那这是 三贤卫 外帆复卫 第一个呢 叫五庭新观 五种停止 你升起烦恼的 五种观法 这个在 于解师地论里面呢 他也提到的 这五种观法 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是别相念著 跟总相念著 那这个部分呢 是修什么呢 这个部分是修 四念著 那大家可能会问啊 修四念著 有什么好处呢 他也跟 前面这个 五庭新观一样 他是断烦恼 他是断什么呢 四种颠倒 我们凡夫呢 因为 不知道 诸法的实相 不知道世间的身相 所以我们一直在颠倒当中 我们一直在轮回当中 我们一直在轮回当中 表示我们一直在颠倒 我们对四件事情呢 产生颠倒 对我们的身受心法 我们要观什么呢 观身不尽 这个字 尽颠倒 第二个呢 我们要观受是苦 这是对字 乐颠倒 第三个呢 第三个念著呢 观心无常 这个对字 这个对字 常颠倒 第三个观法 无我呢 他是对字 我的颠倒 我们众生 有哪四个颠倒 所以我们有这四个颠倒 这四个颠倒 这四个读呢 残害你的法身会命 保自以女轮回 所以要修四念著观 那这边有这个别观跟总观 这个有两种修法 所以三贤位 你要修五庭心观 你要修四念著观 所以有没有种下解脱种子 你就看他 你有没有修五庭心观 有没有修四念著 我们在前一节提到说 佛在涅槃的时候 阿难去问四件事情 我们要依和而住 依四念著 四念著 他也是三十七道品之一 那其实八正道里面 他的正念 也是跟四念著 他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从顺服分 一直进入的顺解脱分 已经种下种子了 种手脱 那第三个叫做 顺觉则分散 那顺觉则分散呢 它叫做四种善根 那这四种善根 可以导致于我们转伴 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这四个呢 叫软 避之涅槃 顶 中不断散 忍不剁恶去 是第一法入离身 四善根叫做软顶忍 是第一法 那这四善根 他要修什么样的一个法呢 他是修四圣地的 十六形象的观法 那他观什么呢 观四圣地 我们前面提到说 佛说法的时候呢 他就是修 佛第一次说法 就是说这个四圣地 那这个十六 四地十六形象 它是一个共相观 我们在观的时候 有志向观跟共相观 那共相观 他才能断烦恼正解脱 那苦地呢 他底下观 无常苦空无我 极地呢 观应急生源 灭地呢 观道 灭地呢 观灭尽庙里 道地呢 观道如行出 这四地十六形象呢 这个在声文里面 他的建道的时候 他也是观四地十六形象 那这个流到我们在说 声文的修正次第的时候呢 观四圣地 这个修行修四圣地观呢 我们在 四地十六形象观呢 我们在 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大家注意到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从 持战 修文师修的三会 然后让我们的 生气清净的 身心远离 喜足 少欲 注释胜总 然后再进入到三贤位 修断烦恼的官法 的五庭心观 的四念处观 还有四三更位的 四地十六形象 的这个共相观 都是主要要断除 烦恼的官法 那如果 在 凡夫位呢 这样的一个观察方法呢 我们都 具足了 我们不止 第一个呢 听文 听文 转凡成圣之前的凡夫位 必须修学这一个 听文 第二个 如理思维 然后呢 去实践 去实践呢 就是 修所成会 他要跟什么呢 子跟官 你要修定了 然后要 要有官会 官会在哪里 官会就是这里的 第一个叫做什么 五庭心观 第二个 四念处观 五庭心观 别相念著 总相念著 这个叫做什么 卫 三弦卫 这是外凡夫 外凡夫 这边 修行 熟悉之后呢 再进一步 进入到 四上根 再进入到 这边 这边